第一届以后可能对竹子也许有一些认识 可是我相信后面还是认为 这个竹子真的高深莫测 好像才又在认识了一种感觉 小时候我们的认识是竹笋草豆丝 每个人以为竹子很软 可以编人 其实竹子要弯那一点点 它都是一个学问 哈喽,欢迎再次收听建筑家Podcast 我是博翔 本周是以原型结构工程 以及台湾竹会共同合作直播的 2022构筑林铁星月展专题节目 在2022年的最后四周 带领听众一起离开城市 乘上阿里山林野铁路 入山探寻以竹子建筑的新可能 在2021年的年中 我们有播出了四集的 构筑林铁星月展专题系列节目 内容主要是聚焦让大家了解 足够应用 以及足够设计人才培育计划 来宾群也是以足够专家为主 例如像是干冰原建筑师 许贝贤老师等等 如果对足够还没有基础知识的话 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往回搜寻 这四集节目来听 而延续这股足够实验精神 为期三年的足够设计人才培育计划 今年迈入了第二年 2022的构筑林铁星月展 我们再次由陈冠凡济实策划 总共邀请了七组的建筑设计团队 带来崭新的结构方案 七组设计师也会重新看待街头 挑战如何从构组中最微小之处 展现出全新的足够空间体验 同时探寻主彩的再利用 还有创生 以及采用新结构手法的可能性 而今年的四集节目将会邀请到 车展人还有七组设计团队 来分享各自的足够实验 还有创作的历程故事 那本周的节目呢 是四集的节目的最后一集 那我们也会是有两个压轴的来宾 来跟各位说说他们的创作故事 那首先要跟各位介绍的话 是陈华志 陈建筑师 建筑师你好 你好 对 那华志的话 他是华志联合设计制作的创办人 过去呢 其实是伴母堂的设计总监 那对他来说 自然跟生活的学习 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觉得如果要介绍华志的话 他自己有写了一段话 我觉得很有趣 他说我们的设计建筑 是为了感知自然 要听见下雨的声音 听到窗外的鸣叫还有鸟音 闻到雨水的气味 空气的味道 这对生活来说 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事实上这就是生活 那我们今天 在台中录音的这个场域 其实就是华志的工作室 这很舒服 就是现场 就是窗户打开之后 这个整个温度啊 然后窗外的绿意 然后就我们还有 珠子陪伴着我们录音 就感觉跟珠子是非常靠近的 谢谢 那我们另外来宾呢 是郑伯仁 郑伟师你好 你好 那郑伯仁 他是Tillier 你有异心设计的主持人 那他这次的作品是 《无门之门入山门》 那他很特别的地方是 他是台南艺术大学 建筑艺术研究所毕业的 建筑艺术研究所 是个什么样的研究所呢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南异师上是老汉 成立的一个研究所 那主要在艺术学院里面 成立一个建筑系的话 如果就当初过去的时候 其实他是一个 主要是以工厂模式 在执行设计的一个团队 所以其实每个参与的伙伴 他们都以实作的方式 执行他们自己的 不论是设计或者是毕业设计 如果要介绍这个团队的话呢 他们是刚刚其实有提到说 他们是以工作坊的模式 去进行设计创作 那刚刚提到的这个 Telier NeoE的E 它代表的是 Enlightenment 是启蒙的意思 那也是希望说 在台湾的整个建筑环境下 然后可以在先前的建筑 养成的前提下 去提供我们这一代 应该要有的思考 那在进入到今天节目之前的话 当然不免除了 还是要请两位来宾 用三个hashtag来介绍自己 那华智可以先请吗 好 我的第一个hashtag是画画 那我其实还蛮喜欢画图的 我是透过画图去观察 以及用画图的方式 做设计最初的探索 那跟画画相处的时间很长 就是是20年30年 所以这一段日子是不断的画 所以对我来讲 第一个hashtag是画画 是 那第二个hashtag 叫做边边 边边 人站在边边的感觉 就是我自己觉得我们公司 我的同事跟我 其实都有一种非主流的状态 我们在做的设计呢 绝对是跟空间相关 也是跟环境相关 可是很难用单纯的建筑 景观或者室内设计 来说明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就住在台中市的边边 一直生活在这里 所以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看待自己 是在边边自由自在的活着的人 那第三个是慢慢 都是两个字 主要是慢慢的跟时间相处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可是有时候呢 也是一种提醒 因为我们做工作 不免有很多比较急躁的时候 或者容易紧张的时候 或者很紧急的时候 那其实我们一直都很希望慢下来 所以我用慢慢来形容我们 我跟我们的公司这样子 是 因为到这个空间中的时候 灌烦祭师 有请华智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露营的空间 对那其实就有很大量的木材的使用 然后就是在这个空间中 那同时它其实是工作室 那就很舒服 就很真的觉得很有生活感 那同时在这个露营的角落 它其实还有一个很舒适的沙发区 就觉得好像如果工作累的 随时可以到这个旁边 就是慢慢的去享受生活 是因为工作占了生活很多的时间 是 所以我们不希望变成是说 工作离开以后 其他才是我的生活时间 那工作也是生活的部分 那我们也尽量不加班 可是在这个地方 建筑体系一下 大家懂不懂都懂 对这个置入 就是说我们 其实还很希望说 自己能够活在自己的设计里 那种慢的感觉 把这样的感受 告诉我们的朋友 或者我们的业主 是 因为我觉得 毕竟我们建筑创造的空间 很多案子可能是以住宅为主 对啊 然后如果可以跟业主传达说 他未来一个生活的想象 我觉得这也是很大的一部分 如果工作室的环境 就像是战场一样的话 其实你也很难说服说 你业主 你未来的家会很温暖 会很舒服 所以其实自己在工作室中 创造出一个 很美好的空间体验的话 其实对于业主的来说 其实也比较好想象说 他未来的家 可以是什么样的模样 那博人呢 博人你的三个hashtag会是什么 我想应该第一个的话是实作的人 因为之前在男一毕业之后 我后来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之后 我一直维持暑假 邀请一些所谓的实习生 来我工作室之后 都没有做所谓的案子相关的项目 主要都 我会去买一批材料 请他们在暑假的时间 让他们自己去做一些材料的 创作或设计 所以坦白说 我工作室里面的所有家具 大概就是这群孩子 经历到现在应该已经 四年了 在四年的暑假里面 依序的完成我工作室的桌子 椅子跟柜子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应该是冯家打公仔 冯家打公仔 我觉得我是个运气很好的人 我在不论在事务所历练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之后自己成立自己的工作室之后 我都有机会被学校邀请去 学校当一个兼任 所谓的兼任老师 运气也很好 是在这兼任的过程还能跟 算是最年轻的建筑人 一起讨论所谓的建筑设计 所以应该这是第二个 我的所谓的hashtag 第三个的话就是 在家中没有地位的爸爸 怎么说呢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事情 就是我的学生大概都知道 我很宠我女儿 所以如果印象没错 我记得我曾在东海二年级经济过 东海的学生最后的印象就是 朵朵好可爱 就是我的女儿好可爱这件事情 我应该整天一直在晒我女儿 所以大概就是这三个 充满的父爱 上上发出父爱的光辉 我觉得父爱每个爸爸都有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说 我在家里的地位极低无比 还好我家没有养狗或养猫 不然就现在又有猫猫狗狗的地 就跟地下了 对 所以大概就这三个 本身自己也是一个艺术家嘛 就是受到的创作的训练也好 会让自己是一个 要贴马行空一点点 其实在南异历练的过程 的确身边有很多所谓的艺术家 那我今天没有来的伙伴 郑成奇老师 他其实就是所谓的艺术家 那跟他的缘分也是因为 他是我在南异的学弟 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机缘 可以合作灌返这次的项目 是 对 因为我看到你们的组合 其实除了刚刚提到 Artiller NeoE的异性设计之外 其实你们也有找南异大的建筑研究所的B群 去协助后续创作 其实变成说 实作这个部分是在你们的体系里面 很重要的一部分 不只是要会设计 你其实本身也要懂说 如何把一个人作品给实际构组出来 这的确 而且我想是一个有趣的点就是 南异B群 这群伙伴 其实对我而言 他们每一个都像是一个设计师 即便是最终实作的人 即便是最后一个铁剑的焊接手 他也是个设计师 所以这件事情产生第一个微妙就是 非常难以掌控 就是每个设计师都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导致当我们画完图交付给他们之后 我们说照着这样的图把它做出来 最后那个结果都不是我们原本画的图 这是 这的确是第一点最微妙 那第二个就是 所有的设计师都有拖延病 所以当他跟你承诺说 好我明天给你东西的时候 这件事情我就会把它当作 大概有个信号 我们往那个方向前进 然后 不过这部分我只能说我非常感谢 不论是策展人 或者是组会可以容许我们 一整个团队都是有一群拖延病的人 加在一起 所以基本上我也没有办法要求B群 多能掌控时间 基本上 我相信冠凡在提醒我们 什么时候要完成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们都说 好 有些时候我都会很怕群组里面 传出一些照片 我就看到我每一组的伙伴很 很积极 很努力的完成所有进度的时候 我就会默默当作没看到这件事情 那就继续的去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 大概这样 是 我发现就是经过很多场录音下来之后 其实每一组 尤其是双人团队或是多人团队 在进行这个专案的时候 他们会产生出一种不一样的 让案子推进的方式 当时我们在第二集节目的时候 访问了丁池的主任 还有介二的时候 他们就是说 他们推进的方式其实是互丢球 就是我不想决定的事情 都给另外一个人决定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不想决定 现在再丢回来 然后就默默的借我这样的方式的时候 就就案子就做完了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跟这个创作 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 那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之中 也会再更进一步去深深的聊这两件作品 那在节目的第一环节 我们当然不免俗迪就提到说 我们这一次的整个创作 其实很希望说让主持这个作品 可以跟场域去完美的去扣合 那所以在今年的年初的时候 其实就是冠凡就带着 就是全部的设计团队 搭乘的台车 沿着阿里山林的铁路 深入到山里面去看每一个场站 那能不能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 就是你们自己在这一趟旅程中 所感受到的或者是体验到的事情呢 那现在华智可以先开始 在冠凡邀请之前 我是到阿里山去过 可是阿里山县没有 更遑论这种难能可贵的经验 这也是有时候我们做设计的福利 就是说它可以有一种很特殊的体验 那对我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难忘而且美好的经验 因为那个台车呢 那一天天气就是冬天 可是那种凉爽的感觉 然后从第一的海拔 然后你的身体的感受 那个微风 然后直接来自铁轨振动的这种回馈 然后不断的往前推进 然后直被淋向温度的变化 还有身旁陌生的伙伴 陌生的伙伴 原来也是第一次见面吧 所以这样子的感受对我来讲 非常难忘 那我可以很简单的说就是 我从这个逐渐攀升的过程 其实会穿过独立山 那知道搭过小伙子就知道 它一定会被介绍 它是一个环状的路线 要经过独立山山圈 然后穿过14个隧道 那才会来到这个黎原寮车站 那其实到这个黎原寮车站呢 其实这种明暗明暗的空间 以及长时间的这种跋涉 台车的跋涉 就来到那个地方能够休息 对我们大家 我觉得是放松 蛮放松跟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那黎原寮车站 其实不是在我们这一次 领务局推荐跟选定的场子 探勘的场子里面 可是我是觉得我自己对那个 穿过暗暗的隧道 然后来到那里 看到的那一幅那种 那种安静的风景 我是算是一见钟情 所以在那个地方停留的很久 私心就是觉得就是它了 就是它了 然后很希望说 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甚至就会很着急的心想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我不会做设计 就是这种心意 很想要跟这里来这里做设计 这样子这种感觉 这是我对于这里的一个一见钟情的印象 那另外一个就是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我会觉得 哇这里好安静 好安静 所有的人即便有很多人 大家都在那个地方休息 可是我觉得平常完全都没有人 只有小动物在这个地方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会有一种精灵会出现的 那大家知道那个龙猫是精灵 也是三神嘛 所以我旁边其实就是那个裴伦 这一次的结构设计师 我就脱口而出说 哇好像是龙猫会出现的地方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一句话 变成是我 好像一直会回到这句话来想这个设计 所以是这么安静的一个场域 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 其实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 可以乘上阿里山离岸铁路 然后到了这个黎人聊站的时候 其实因为刚刚其实有提到说 独立山它是要不断的 环绕 然后在经过很多的山洞的时候 就是突然间眼界就开阔了 对 而且加上那个黎人聊站 它其实可能跟大家想象中的车站 稍微不太一样 它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亭子 然后亭子旁边有个一棵大树 所以就真的很像说 真的一看到照片的时候 就好像有一种就是很像龙猫的那个 一世独立安静的场域 对 也是借有这样子的一个很特殊的感受 其实你当下就画了一幅很美丽的画 还是你是灰尘的时候 我当下就做画的素描 我当下就画的素描 那我画完素描以后 回头 这件事情会有点像是刻在心中 所以其实那一张画是 冠凡说那你要把你选址的地方 画 标示出来 标示出来 所以我其实本来是要画平面图 可是画完以后就变成一张 我对那里感受的一张 有点像风景照 是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完全回应到你刚刚给自己 hashtag就是你很喜欢画画 借我画画去 记录下来当时看到的 那个场景的感受 是是是 很特别就是 而且你当时有点旁边的像什么天然木啊 等等的这些小细节 其实都有标示出来 还有像是这些 等高线等等的 我真的觉得这是建筑人的一种 天生的福利吧 就是因为毕竟大家的手都很巧 那其实可以很快速的去 记录下你当时的 心中的感受 是是是 这样子会比较容易随时连接到 那个场域本身 是 那这个黎原两栅呢 它其实距离嘉义的起点 大概是 31.4公里 海拔位置大概是在904公尺的高层 那它其实也是以银河铁道文明 那这个地方呢 它早期呢 会有很多一些 像是竹笋等等的一些制品 然后它其实有到外销到日本去的 那现在四周主要是以果园 竹笋还有茶园居多 那这个地方呢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乌人的招呼站 所以它很文明的地方 它就是有很多的萤火虫 会在这边出现 所以就是帮助这个车站 又制造了更深一层的 梦幻的气息 就是打上黎原辽车站这个名字 会出现的画面是萤火虫 所以它有一个银河铁道的 这个名字 银就是萤火虫的银 所以这种 有点像是公则贤字诗 这种小说会出现的风景 我觉得非常的迷人 对 光是用脑中想象的话 应该各位听众们都对这个常在 已经有一个新的感受 就觉得很想去想看看 是 那博仁呢 博仁那趟旅程中你感受到一些什么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嗯 就像华智说的 我们会经过独立山 然后一出独立山之后 第一个车站就是华智的梨原辽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水色辽 那梨原辽对我而言 真的是一个很原生的样貌 然后后来 当我们进到水色辽的时候 我的第一个感受是 哇 有人 赶快选这边 不然再下去 我不知道有哪个地方有人了 到时候会很惨 再接下来就是所谓的十字路 就是会商业行为 比较完整一点 是 不过诚实说在过独立山螺旋的过程 你会不断的在经历过山洞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搭的是台车 所以旁边的声音是非常大声的 所以我们会不断听得到 那个台车运转的 咕啰咕啰的声音 是 那我们就会发觉 我们过了第一次山洞 然后接下来第二次 然后接下来 你就不断的经历 这个过山洞的这件事情 所以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 如果过山洞是一个 我们从都市来到自然的一个历程 那我到底要过了几次山门 才会到我的所谓的自然 那所以我就是 这是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所以我们就不断的一直在做一个 好像要上山的一个启动的动作 所以那就会让我产生第一个想象 就是我想做一个 不是真的是一个地标的东西 因为其实对我而言 做所谓的入口一项 不是我想做的 我想要提醒是 我们好像做了一个人造物 告诉所有来这边的人们 我们真的要到自然了 而这个人造物跟刚才过往的 那一连串的过山洞 过山洞 过山洞 过山洞之后 是一个最后一次的山门 所以当初来到水色聊的 第一个印象就是 我们决定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 入自然的起点 那在之的话 因为我们第一次去都是搭 所谓的灵铁上山 觉得好像慢慢有一个历程是 从人为到一个自然的环境的历程 但因为后来我们都是开车去 我们的地点 真正开车的时候才是真正所谓的傻眼 因为所有人来到阿里山 都会走166线道到水色聊 但所有人上山的过程 都会不小心的迷路 不论是迷路走到159 或者迷路走加119 其实B群大概是14个到16个人左右 很多人 我们大概里面应该有 不车次所谓在第一趟上山 大家都迷路了 所以其实对我而言 水色聊 虽然是就像我刚才描述 他是搭火车去 有人 我们终于来到有人烟的地方 赶快选他 但事实上是错的 我们根本是到不了那个地方 其实我觉得华智在描述 李渊良我觉得他好美 我能第一个想象就是山里精灵 我应该来到了红衣小女孩的地方 我会想办法赶快下山 这是真的 就是我们第一次 我第一次上山 我跟我老婆 老婆载着我上山的过程 我们真的迷路 我可以开到路是没有了 然后我后来发觉旁边有一个步道 然后Google的指标指了 上去就会到 我心想说这在骗我 我上去我应该就下不了山了 我就找默默的折返 OK 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加119 然后我只能猜想 在这个山头攀过去 就是水色聊车站了 但他怎么会标给开车的呢 这是一个很吊格的一个状态 大概是这样 所以其实就是 大家经过铁路的那一趟去完之后 然后再次自己要再访这个基地的时候 其实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刚刚提到这个水色聊站 它其实跟卓人还有接二是未来同一站 它的海拔大概是1186公尺 那它这个场站 我觉得特别的地方 其实除了刚刚提到的 有人居住之外 它当地的那个火车 它其实也是呈现的是一个 一个U四形的形状 所以其实是一个山洞 出来之后 经过一个U的很大的弯之后 然后再进到另外一个山洞里面 所以它这整个场域的空间感觉 其实也是蛮特别的 那博人他把他的作品 他是放在 就是灵铁宿舍旁边的一块腹底上 所以他其实也算是 很像要再进到另外一个山洞的 一扇大门这样子 藉由这样子去呈现另外一个异象 其实听完这段故事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各位听众 对于玄址这部分 应该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那我们接下来就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哈喽欢迎再次回到建筑家 podcast 我是博翔 那经过上半部的节目呢 相信很多听众对于我们两位来冰都应该 对他们的选址的原因 还有他们设计初步的发想 应该都有了进一步的概念 那在接下来下半部的节目 我们要再次的邀请华氏跟博伦 来跟我们的听众 进一步的聊聊他们各自的作品 的设计的想法 还有执行中 面影到挑战 那我们再次 欢迎华氏和博伦 你们好 你好 是 那华氏的作品呢 银河月台 其实刚刚经过第一段的说明了之后 我相信听众应该都觉得是一个 充满幻想泡泡的一件作品 因为像是刚刚就提到像是龙猫啦 然后如果大家有机会去 这个Green Media上面去看这个 华氏他在现场 画了那一幅 就是现地观察的图的话 应该就会知道说 哇真的是很漂亮 然后就是这对于那场战 应该真的都会有个新的一个想法 那在这一节目 我们把它定调叫做 New Bamboo New Curve的原因 是因为其实这两组来宾 他们都有个共同点 他们的作品其实都非常的曲线 但他们的曲的部分 其实不太一样 他们曲的功法也不太一样 所以就是在各自如何去呼应到 这一次就是街头的这个主题 其实各自的设计的挑战 也是非常截然不同的 那我们希望说在下半部的节目 可以进一步的去 跟各位听众去说明 就是各自面临到的挑战 那在进入到节目的环节之前 我相信对听众来说 他们应该会很想要知道说 各自的作品大概是长什么样的模样 那能不能就请两位稍微跟听众 稍微勾勒一下 什么作品的样貌呢 我觉得用大家都看过龙猫 所以用龙猫来形容 其实是蛮贴切跟简单的 就是龙猫这个电影里面的经典的一个场景 就是那个姐姐 她叫做某月 某月 然后背着小梅 妹妹 然后在公车暂停 等候爸爸的回家 那时候正在下着雨 然后她撑起了一把小红闪 然后背着小梅 那慢慢慢慢的过程 她就看到发现旁边 有一只很大的龙猫 这个很大的龙猫呢 她看着她 她发现那个龙猫的头上有一片叶子 有一片叶子 那那一片叶子 就是如果用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一片叶子 有点像是小朋友 拿着荷叶头上的那把伞 这样玩 这样子的感觉 那仔细观察 其实那个画面里面呢 那一片叶子是风斗叶 其实就在某月的角边 到处都是山里面 到处都是那个叶子 电影里面也有呈现出来 某月看了正在淋雨的龙猫呢 他就把要给爸爸的伞 递给了龙猫 所以龙猫拥有了一把伞 可是他不会用 他不会用 所以呢 这个呼应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的设计 其实就是龙猫头上的那个风斗叶的形状 波浪的像那个田边的荷花 这样子的样子 也像是女孩子的那个大茂园的那种 波浪云朵的形态这样子 可是在选择这种 在创造出这种浪漫的自由曲线的这个过程里面呢 其实就是刚才说对那个 场域一见钟情 可是在追求这个场域也是方法用错 所以包含做设计也是一个失败跟挫折的过程 因为我们一开始 其实想象的是那个龙猫手上的那把伞 我们一开始是想要做那把伞 想要就是从那个你看就是那个竹子到竹房子那本书 他说在森林里撑出一把那个轻巧的伞 所以我们觉得竹子有这个机会去做这件事 所以我们其实是在做伞 我们一开始希望说 那找我们做设计以后 可以从伞里面回到城市 所以我们可以量产 可以有规矩 有模具 有秩序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从伞 然后发现这个这一次的任务 跟我们想要创造这件事情 跟场域 其实遇到了蛮多问题的 这过程并不是那么的顺遂 甚至过程有一度 就是可能 这么惹得那个冠帆不快 我们说啊冠帆我们做不出来 那个还没签约 可不可以 冠帆后面还暗示我说 既然有人敢跟我说这种话 那我们可是就是说 这一切还是有一些契机 当我们认识到 我们其实应该是在做龙猫头上的那片叶子的时候 我们才理解精灵在山里面 它不需要散 所以它知道 它以为小梅是给它的是一个礼物 可以创造声音的礼物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 所以我们把它当成是给山里面的礼物 这样子的概念去做这个设计 就很顺了 那在同一个过程里面 冠帆其实对我们像是 我觉得像是带小孩一样又哄又骗 然后给我们很大的宽容跟时间 然后也暗示说 华智你没有拿出你的真本事 你的同学都很厉害 你这样子可以吗 所以暗示的 没有讲那么明显 因为他觉得我们还没签约 他真的不签了 所以我就是这样被半哄半骗 然后被劝诱 然后同时间也找到了新的功法 用竹管 破成竹片竹条的形状 发现说 我们想创造那种自由 那种温柔跟坚韧是可以由竹片完成的 所以我们所有失败的状况下 在我们再重新再尝试 再做一次的这个过程里面 一次就成功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就 我们就按表操课 不要让冠帆丢脸 所以我们有准时的把这个事情给完成 大概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过程 嗯 是 其实大家听众们经过这一串论述的时候 其实应该可以感觉出来 华智应该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对 其实我们刚到这个工作室的时候 看到就是我们后院 望出去一片竹林的时候 他其实华智就有提到说 他常常在做设计的时候 就看那片竹林 然后就问说 竹子你到底想要我做什么 对对对 就是做不出来 我想说完蛋了我 对我觉得这也是 就是构竹林铁这个专案有趣的地方 就是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大家都不熟悉的材料 所以每一组在接做这个材料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个全新的实验跟一个挑战 就是如何去从中用自己熟悉的 可能是设计手法 然后去展现出自己的设计的特色 他其实都是一个很艰辛的过程 而且尤其要把作品放在一个 自己完全截然不熟悉的场域 所以这其实之中相信都有很多的磨练跟 重复的试错 产出最后的作品 那其实博人 他刚刚我们在休息时间闲聊的时候 他其实就提到说 他跟华智在出品的时候 其实都fail这个一开始的题目 怎么会这样子呢 就是两位感觉都是知又深 这个题目真的这么难吗 其实我想简单讲 基地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陌生的环境 而至于材料的话 我过往的所有的所谓的设计经验 我们没有碰过卓智这个材料 就如同刚才华智说的 他会看着卓智问他 卓智你想要变成什么 卓智会回答他 我想变成拱 然后卓智就发觉 华智不想理我 我只好去随着聊聊找博人吧 博人发觉我不会做拱 怎么办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能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找专业 我所谓找专业 就是我们曾经去台大实验龄的工厂 找了一个庄老师 庄教授 庄教授就拿着所谓的 竹子构竹的书给我们看 说其实这个可以做 那个可以做 我们觉得讲起来都很有道理 然后而且我们也非常信任 所谓的专业就是 竟然是实验龄的负责人 也是一个台大森林系的一个教授 我相信他讲出来话不会骗我们 就很像设计课 我们找到一个所谓的材料顾问老师 这个老师来讲一堂讲堂的课 告诉我们 竹子可以怎么做 所以你要去做 取足 逻辑上可以成功 然后他也给我们很多案例 做case study 告诉我们 对 他是可以成功的 但我们却发觉 他讲的案例都在国外 然后这些案例其实跟台湾的组织 类型不太一样 所以当钟老师 某种程度也像半红半片方式 告诉我们可以去做做看之后 当我们答应他说 好 我们来试看看之后 钟老师最后只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 你们做完的时候记得跟我讲 我想看一看 我就对这件事情充满了好奇 为什么 为什么他会这样回应我们 我想 我本来想法只是 可能他只是觉得台湾 还没有人真的 使作出这件事情 后来当我们在后续执行过程 才发觉 甚至连业界都没有人在做 我们所谓后来尝试的 急速组 被打双银号的专有名词的 一个功法 这件事情开始衍生了一系列 所有我们在制作上面的困难 对我们很想玩取足 这件事情是很真实 因为大家看到一个直线的主旨 都会觉得 做了一个取足 这件事情很厉害 就如同我刚才讲 我想做一个人造物 而这个人造物一看就是 它不是自然的 但是当我过了这个人造物之后 我真的入了三门 我要去见真佛了 我去见所谓的自然这件事情 这是我所谓的 我们面对到材料的困难 在这个整个历程当中 我也觉得的确很像在上设计课的过程 因为我们是一个构筑的命题 很多大学的建筑设计的养成过程当中 二年级也有在做构筑的题目 高年级也有做构筑的题目 甚至包含毕业设计也有人做构筑的题目 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发觉 就像华智刚才讲的 我们的同学都很认真很努力 在我心目中他们这群人就是 怎么会那么的认真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状态 我印象非常深刻是 我们有所谓的 穿不上平图的 大家聚在一起 聊设计的场 应该讲提供设计进度 就很像平常上设计课的作品 当我第一次去作品 我们去云林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华智旁边 我在跟他闲聊 我们在聊的是 剑桶好认真 这种超认真 然后他做出模型 然后这件事情我觉得超扯的 当我非常扯的跟华智讲说 怎么大家都那么认真 然后华智跟我讲说 没有啊 只有他吧 然后当我一回头 换华智上台的时候 华智默默拿出一个模型 我心里想说大家都骗子 大家都说我没做 然后结果发觉 真的没做只有我 这是我在足够的过程当中的 所谓的第一次的作品 但这个过程也非常有意思的是 如果说我离开学校之后 我还有机会 重新去面对一个 所谓那么纯粹的做设计的话 我想这次的经验 是一个非常独特的 是 听这么多组的创作团队 分享起来的时候 其实可以感觉到 这个过程中 虽然说充满了挑战 但其实是很有趣的 就是因为就很像是 回到大学的设计课一样 然后就大家一起去探寻基地 这也是我大学最喜欢的时候 朋友间就是 同学乡舞成群 然后自己骑机车 然后去看一个接地 对 然后一起感受 但是就借由同一块基地 每一个人又可以看到 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去呈现出 不一样的设计的成果 我觉得这整个过程 是很过瘾的 而且就像你们到最后面 就是一比一的 把它实际给建造出来 所以看到这个完工的时候 这真的会觉得说 你们有一种就是觉得 这一年来辛苦的 其实都很值得 还是说就是 希望明年灌烦不要再找我了 真的很特别的一段旅程 现在回过头来想 其实这个过程是 很享受的 就是回到刚才讲 就是在一开始 摸索的这个阶段 确实 确实很 蛮紧张的 因为 我觉得很好玩 是因为我觉得 所有的同学 包含我 在看的人第一组 第一届以后 可能对竹子 也许有一些认识 可是我相信 后面还是认为 这个竹子真的高深莫测 好像才又在认识的 一种感觉 小时候我们的认识是 那个竹笋 脚肉丝嘛 那个以为竹子很软 可以编人 对不对 其实竹子要弯那一点点 它都是一个学问 所以我们 都是因为竹子 以为竹子是这种个性 这种特性 竹子往往用 超乎你意料的方式 给你挑战 给你回馈 给你惊喜 给你 死无前例的学习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 那个灌烦还是继续做 然后竹会不停下来 一个 它很有魅力的地方 是 因为这两 因为两位 其实你们都是尝试 要去挑战 用竹子去创造出 取竹 这样子的一个命题 那只是两位 他其实用取的方式 其实也是截然不同的 像是刚刚伯仁 其实有提到说 他用的是一个 就是在台湾 实无前例的 这个极数竹的 这样子的功法 去创作 他其实是 把竹子 削成很细 很细很像竹条 一样的东西 然后把它 就是用 iposite 然后把它 给交合之后 然后再去 把它弯出 你想要的曲线 对 然后 滑制的部分的话 它其实是 把竹子 一片一片的竹条之后 然后再去把它 撑出你要的 形状 然后去编织出 你这个 很多的不同的 有大中小 三个不同的 这个闪径 的这个这样子的步骤 这些会这么截然 不同的 功法的呈现上 当时候是 因为刚刚博人 有提到说 他是有去 这样探寻师傅的过程 那滑制你呢 因为我不像 那个箭筒 或者是 四元 哇 那么好厉害 就是自己又可以做 那我觉得 我们做设计的人 我相信自己 做模型跟 用笔的能力 所以 我呢 是 一开始就买了 非常多的 竹 竹条 跟竹片 那 竹条的部分 是全部都失败 因为 我们在用 用 比如说 1比20的比例 去 用火烤啊 用 他都还是在某些 很 很 关键的状况下 就失败了 那 有点像是 真实的构筑啦 那 后面用竹片呢 是 成功的 可是在这个过程 的探索 其实 关键的还是因为 有两个区块 第一个是 我们有观察到 这种 这种构造本身 它要产生 轻盈 其实 在传统的 编织上 或者是 你看那个 篮子网啊 篮网 编织起来的 那种用竹片 构组的 这种 买菜的竹篮 或者是 背小孩的竹篮 摇椅 其实都有这种 这种构造 只是他们好像没有真实的用在建筑或者构组上这么大 所以我们第一个有从这个地方有得到灵感 第二个部分是我们算很早去跟营造方来接触 然后取得这一方面的资源 然后去做一个很大型的 markup 然后我们确认这样子的构组的方式可行 所以是不断的往来跟交互的回馈的过程 能制定出我们心目中的这个状态 以确保跟我们的图或者我们的设计是 或者我们做的模型是一致的 是 因为其实刚刚提到的这个剖组 这个形式 其实确实在可能组工艺上面相对比较容易看到 但是在建筑的时候 我们可能想说可能是稳定性啊 或者是它的完整性 我们还是会习惯用主管然后弯曲的方式 但是因为毕竟华智的作品 它的曲度的变动性其实就更大 是 所以要用主管 然后去弯出这么多不同状况的曲面的话 其实很难很难 对 应该是要破坏主子主管本身 可能的 因为它有它的极限 对 所以用竹片呢 好像 好像 有点剖开以后 它好像竹子背了另一种外挂 它可以再继续往前弯 对 往前弯 可是它也有它的弱点 因为它弯的两头是直的 所以必须要叠合它 那上下叠合或者延续它 这种透过叠合 交合的方法 它能够做出更大面积的弯曲度 或者是跨度 是 其实我在来这个地方之前 就是你的助理 其实跟我小聊一下你的作品 他其实有提到说 你们在现场组装的时候 就突然间有感受到树上有烧洞 然后其实有一只猴子 然后突然出现在那个地方 对 所以其实会 它是不是其实就是你所谓的三的精灵呢 就是说那个 我们做设计本身好像也不只是为了 为了这个使用者 使用者这件事情 其实观反也有讲说 我们做的这个东西 我们不会经常在那里 跟你像生了一个孩子 然后他在森林里面安静的存在 陪伴他的反而是 反而是会经过的居民 或者是这些小动物们 甚至是萤火虫 所以某个层面上去想象这件事情 它也是必要的 因为它这个建筑或者这些 原住民们比我们更长 在那个地方 那提到柏仁的作品的话 我自己觉得看到他的第一个印象 我觉得它很像是 准备要展翅飞行的一个蝴蝶 因为你们其实它是用一个 一体成型的极树竹 然后去凹出那个 环状的这个竹管的形状 然后在外部再去附上这些 竹页等等的材料 那其实要在现场去组装这么多的材料 其实这个应该是很高难度的吧 所以应该很多的构建 它是在工厂里面都已经先实验完成了吗 对 其实我们的作品在 应该在整个作品进场前一个月 就在南亿已经1比1的马高完成了 但是事实上工厂的阻力完成 跟现场的阻力完成 事实上有一个极大的落差 就是现场相对的问题差异更大 比如说我们没有一个相对 是平面的一个施工平台 所以在工厂阻力的时候 是相对轻松的 现场方样基准 我们要抓出一个000的方样点 都是相对有困难的 我觉得这是现场跟工厂的一个 比较大的差异 但的确我们在工厂 有先阻力完成 如果回来去讲我们整个操作过程 从极速组维出发 如果建筑语言是重要的 如果一样我们以前被教过 建筑语言是重要的话 我们很单纯讲我们的形象是什么 官方说法就是一个交织的八螺旋 但是我非常感谢主持人说 它像是一个整次的蝴蝶 它的形式上面有没有类似的东西 对 我们的确一开始 很期待它像一个大灌灸 就是阿里山上面会出现的大灌灸 只是就如同我刚才讲的 厂柱跟现场的厂柱会有落差 所以导致我们整个 维持人稍微变了 它变胖了 所以我们从大灌灸变成放山鸡 OK 比较没有被喂那么饱 没有变胖了 就是吃多了 吃多了 所以它的确它两个展翅的翅膀 这也是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小意外 我所谓的小意外是 我们在现场检食到不少量的 所谓的猪耳叶 猪耳叶这件事情 原本是一个原民在包肉种的叶子 我的好伙伴阿琪 他就说 让我去想想我的皮层可以怎么改 但其实我们的模型已经做好 用木瓦做皮层 如果这个案子是一个设计课程的话 那所谓的设计老师 甘大也看过 OK了 但是他活生生拿回去改设计 我伙伴改了设计 跟我讲说 我们来冲冲看 用猪耳叶跟麻竹叶来做 所谓的皮层 所以我们过程当中 也又发生了一些相对的 我觉得是试验 我想我们整个设计过程 不是一个实验 如果实验对我而言 它是有一个相对的 所谓操作变因 所以它有一个控制的东西 跟我要改变的东西 但我们比较像是 我试了一个东西 去撞看看 是不是我们要的品质 试出来结果 如果是我们要的 我们就 好那就拿它来做了 所以其实 比较微妙的 那感觉很像 齐莫平当天 我根本不知道 我老师会怎么看我的作品 然后我却做出一个 一比一的mark up了 然后老师很惊讶 我也很惊讶 因为我的强团说 学长我不知道怎么搞的 我搞出一个这样的结果 那 你说完全的失控 我也不能这样讲 过程当中 的确我看了一些照片 我只记得当初 阿祺传了一张照片给我之后 我心里想 我要怎么传给甘大 我就挑了一张最远 然后这个叶子是 最小 平的 然后我会传给主会之后 主会的秘书就 传讯给我说 甘大问你那是什么东西 非常敏锐 那是什么东西 那我就说 叶子皮 我也不敢详导 我都简单 叶子皮 然后主会就 不继续追问我了 恐怖的沉默 然后就 的确是个恐怖的沉默 反正没问 我们就继续做下去了 我就跟我的伙伴阿祺讲说 看来老师没意见 那我们就继续做吧 那我们就一路做完之后 我们所有作品事实上 如果建立在我刚才讲的 是一个交织的八螺旋 为出发的话 我们的皮层事实上 是外挂在这个 所谓一个交织八螺旋 所形成的一个 回圈的结构体上面 那个结构体事实上 是用极数组完成的 那我们的外挂皮层 既然要外挂 是我们说产生的细节的铁件 我们都不希望破坏竹子结构 我想这件事情 是最基本的 因为竹子太容易 被产生开裂了 或者是裂开的这些问题 那我们在担心开裂的 这个前提下之后 我们导致我们所有的铁件 都采取一个对象 做所顾的一个 脚接的杆件 那这个外接的杆件 事实上又是一个 随着每个独立的设计师 变成一个焊接手 为前提下 导致下来的一个设计成果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细部 是一个 对我而言 是一个非常失控的状态 它有别于一般建筑设计 我们一切都是画完 再进入所谓的mark up 那mark up过程 事实上是把这件事情 精准的做出来 我们的mark up过程 比较像是 我要试试看 我还能怎么变 所以不论包含我刚才讲的 猪耳叶或者是外接的杆件 我看那街头 我每天晚上都可以收到 一组街头的照片 每个晚上我都说 新的跟旧的差在哪里 他说没有 学昂我没有发展新的了 我说我的大原则就是 我的组结构不能伤到 他说放心 学昂那不会伤到的 但是至于外接杆件怎么样 我可能前一天看到是 U型螺酸所顾的 但夏天来我说我们自己去折了 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功法 但前提都是所谓不变的 我不去破坏其宿主 但细节上面就如同 我刚才闲聊的讲的 不要去管我们怎么做 你就会有一个有趣的历程 其实从中可以听到说 这种实验的精神 这种实作的精神 其实完全展现出来 因为整个B群在现场 而且听说是直接住在当地 然后去把这个作品阻力出来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艰辛的 变变山上 还有寒冷 记忆寒交迫 也不能这样讲 但是从中又可以不断的去创新 然后去尝试一个新的可能性 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听起来 真的是太浪漫了 这也是这种很浪漫的展现 大家对于建筑如何去实现 这件事情 也是不断的往前推进 但在节目最后 当然还是要问两位 就是经过这次的足够经验 你觉得足够还有什么样的可能性 如果你未来还有足够 只能说我们才刚入门 嗯 这真的即便是经过一年的学习 然后我可能可以补充 因为就是我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 我说我们的武器 设计师武器就是笔 对 跟模型 是 所以我 我还有就是我可以情人捕捉 我是经常经常去 大概一个 虽然车程来回就等于台北 台中来回一次 两个四个小时这样 可是我们是 大概两天就 两三天就去一次 而且我们的 施工图画得非常非常的详细 跟完整 我们经常去也是希望 让我们的师傅 能够控制在这种状态 嗯 所以 反而我在这一边跟 开放式的这种 现场的设计 有截然不同 嗯 那 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在那里 然后参与 师座 然后不断的 我觉得 我还是不懂足迟 可是我 了解一点点 破足 嗯 我一点点破足的心得是 是呃 我觉得 这样的形体 它虽然 虽然是自由的 跟独一无二的 非常场域性 可是我觉得 它的知识是可以累积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是 它的垮距是可以 是可以 很大的 嗯 因为它 你在加 嗯 在叠 在接 这个竹片 这样子的过程里面 它的分化的过程 在合并 重新合并的时候 嗯 它已经变成 有一点像是像 有点像那个 集数族一样 它变成一种材料 哦 的状态了 它从 这个团队 做不到的事情 它分化成 个人 再形成一个 新的团队 嗯 然后可以 扩展出新的领域 扩展出新的 全新的自由感 嗯 那这种 知识的累积 其实 呃 即便是在 未来 在任何 区域 更大的尺寸 其实我觉得 它都有 那个本事 去做到 这种 符合 那个场域 嗯 所需要的 大家想象中 主子 带给我们的 那种轻巧 坚韧 自由的状态 哦 我觉得 这是我觉得 竹片可以 继续发展的 的原因之一 嗯 那再来就是说 我的 那个 施工的 团队 师傅 他说 他早就想这么用了 哦 第一次用了这个以后 他未来要在 很多的场域 推荐业主 嗯 做这样的事情 是 所以他也 种下了一个 种子 也许我们会在 呃 很多的地方 看到不只是 传统工艺的 嗯 小型的 或者是展览的 编织 是 而是会真正 看到一些 呃 用竹片 嗯 形成的构组物 在台湾的各处 发展出来 对 嗯 哇 那这其实也达到了 就是这个 这个构组理念 对 他的目标 就是让这个 竹工艺往前推进 然后对 就可以出现在 我们的 昌明生活之中 是 对 变成一个不同的 生活的样貌 是 嗯 那博人呢 嗯 我想 华之刚才在分享 大方向的部分 我觉得他讲的 非常 我非常认同 那我可能分享一些 比较小 小面向的事情 在制造的部分 是 其实在我们整个 制造过程当中 我们会发觉 台湾的在地产业 没有办法跟进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相对可惜的 是 无论是竹条的取材 或竹片的取材 或所谓的竹片是 可能比华智 执行的材料 更薄的 薄片的状态 如果这个取材 可以让我们的地线 在供料的状态下 是方便取得的时候 其实对于竹子产业 在材料性的未来 是比较更 更自由 更多元的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在加工面向 如果我们去看 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 所有的模具 我们都是做一次性的模具 事实上它是非常浪费的 是 就是我们为了方样精准 所以产生了一次性的模具 在那一次是精准的 但它没有办法被量产 是 其实对我们而言 如何去找寻到一个金属 比如说金属的厂商 可以产生一个 相对可以做微调层的 一个二维的方样的 加工的平台 我姑且称它为 特殊工具好了 这种特工 事实上可以 在台湾的传产里面 我相信精准度 是可以相对高的前提下 它可以开发 产生更多的特殊工具的时候 其实是更有助于 租资产业去做 异材质整合 或是变形的过程当中 产生一个 比较快的一个 施工的一个成果 我觉得这是第二点 那在之是 台湾的交替的部分 因为我们最后选择材料 跟这次很多团队 是接近的 都是用Epoxy 其实Epoxy的话 我相信这个材料 在学校的开发 已经是走得非常完善了 这件事情 如何有效的连接到市场面 让我们去取材 还可以很快速 获得一个明确的解方 比如说 我的胶体要加热到 什么样的温度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最好的结构性 或者是可以产生一个 相对应更完整的加工时间 供我们的加工时间 然后让作品可以达到一个 相对更好的状态的 这些的know how 我相信在学校是完善的 但在业界的部分 是有断裂的 所以导致当我们是一个 虽然也是学校单位 但不是一个研发单位 为出发的时候 当我们去要取得 这个资料的时候 是相对比较慢的 变成我们只能去试看看 我们这样的温度 我们这样的加工时间 是不是恰当 我举个我们直接取胶的过程当中 我们试过PU 我们试过一般做集成材的RF 我们试过做木工的钛棒或白胶 我们试的过程 是一路撞到最后才发觉 Epoxy是一个相对应好的一个答案 但每个胶都有它自己的问题 所以真的在用这个 所谓的幻想素质 它干得好慢 它非常容易受潮 所以我们在现场敞注的过程当中 发觉非常巨大的问题 所以这里也是一个 我对作品之间产生一个 小小的担心的地方 所以对我而言这些东西 如果从原始公料的状态 可以从学校精准的加接到业界的时候 我相信会帮助更多的创作者 可以更精准的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回来我自己去看的话 我觉得集数组某程度是一种 像是CLT还没有量产之前的一个状态 如果说冠凡他们在做这件事 我认为是非常正向的 就是他们建构出这样的一个平台 让我们去试它 如果这件事情被建立成功的时候 我反而更期待是 业界会有一个所谓的CLT的一些厂商 愿意真正的投入经费 我不是在去募招商 但是我的意思是 这件事情当他真的投入的时候 他才会让这件事情变成是一个 真实的一个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被建立起来之后 我们才有机会让内心期待的 交织的八螺旋 未来会变成是一个更量产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就有机会 不是真的去重复做交织八螺旋 而是让取足会变成是一种 所谓的标准工法 因为在这个工法的执行过程当中 如果木构里面 我们要去做一个烧它 扣到那两公分的燃烧层之后 里面剩余的结构尺寸 才是所谓的真实的一个 检验的结构尺寸的话 所有台湾的竹子烧完那两公分 就变空气了 但是极树子不太一样 烧完之后里面还有极树子 所以我们某种程度 我们真的把它当作是一个 足够造的逻辑下去想它 所以还是回来到我讲最核心的是 它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厂商 真的愿意投入 其实真的可以理解说 听完了这七组的分享 其实我相信大家对于足够 应该会有一个全新的想象 其实看到这第二届的七组作品 其实也可以发现说其实足够 我们从常见的用主管弯折 或是各种变形的创作之后 今年的其实也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尝试 不管像是Russell他们 刚刚是用一个复合的材料 或者博人他们提到的是用竹书竹 甚至像是华智他们是用破竹方式去构竹 其实每一年的都是不断的推进去尝试竹子 还有什么样的新可能 那如果大家对于这系列真的有兴趣的话 我也非常欢迎大家一定务必要到 阿里山林烨铁路的现场去看这七组的作品 因为其实很难在节目中很完整的去 把这个作品的精彩之处给讲述出来 因为足够作品跟建筑作品是一样 其实照片上看到是一回事 但是现场去体验到 可以去触摸到这些作品的质地 然后跟他如何跟这个环境感知共成一气 才是真的体验上很难忍可贵的部分 那我们也非常欢迎听众 如果真的有到现场去看了这七组作品之后 可以在各个平台上给我们feedback和回馈 或是对哪个作品特别有感觉 我相信对于设计者来说都会是很好的养分 让他们在未来不管是在组织创作上 或建筑设计创作上都可以更进一步的推进 好的希望大家喜欢这系列的节目 我们以上试集在这里算是画上了一个美好的句点 那2022购族链的新业展呢 已经在10月30号开展了 实体的七个作品的展区 就在阿里山的林业铁路的沿线 包含北门站 主旗站 里园聊站 水设聊站 还有石志路站 大家或许可以趁着放寒假或是春节的期间 今年的春节也特别长 可以到嘉义市走走 顺便搭着小火车 沿着这一条路 然后去看各种的作品 那如果大家想要先了解这七个作品的模型 跟相关的设计的一些思考的文献的话 在嘉义制裁所的首边工厂里面 有相关的模型的展出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去看作品哦 好的 那我们再次谢谢伯仁 还有华智来到我们的现场 谢谢两位 谢谢伯祥 谢谢 那我们下周一见 拜拜